一路好走,静宗导师静空老和上金凌晨原记,想其授九十六,他一生以砖红净土为主,常言在殿是红法,信众满天下,曾受邀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助推动宗教团结与世界和平,2005年荣获澳大利亚最高荣誉骑士新章。 图片来源,静空老法师专辑网脸书,稍早贴文,诸位同修此案,我们尊敬的静宗导师,上静下空老和上,于台北时间7月26日凌晨两点安详原记生息,想其授九十六。 静空法师是知名佛教蒋经法师,他1959年于台北林济寺剃度出家,开始蒋经教学,法明绝境,自静空,出家后至今都一直在蒋经教学,历时62年不曾间断,最后在2022年4月辞去静空之有社,一切职务,由年轻一辈接班,正式退休。 图片来源,联合新闻,而台湾民众对他也相当熟悉,因他时常透过电视还宣扬佛教,他的演讲被录制成影片或音档,在寺庙,社交媒体,电视上播放,所以经常能在第四台看到法师的身影。 他曾经说过人来是空,人走也是空,如今金句成绝响,在人间修行圆满,圆寂世世,不少信徒也相当不舍,但也祝福静空法师一路好走,相信已经到菩萨身旁继续修行了。 自古以来,命里就是一门流传广泛的学问,上至皇亲国妻下至平民百姓,这门古老学问就这样流传至今。 而现今,我们常见由一个人所属生肖,还有行为举止来判断一个人,从而推测一个人的命运。 五大生肖后半生最有钱,后福无穷家庭美满,来接福了,属蛇人。 属蛇的人是典型的属于先苦后甜的类型,早年的时候郁郁不得志,生活过得十分不如意。 但是到了三十岁以后,他们运气就开始变好,再加上他们的高智商,做什么都很容易成功,因此越到晚年,他们就越有钱。 属狗人 属狗的人也是属于先苦后甜的类型,早年的时候运气十分的差,所以属狗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赚到钱,日子过得十分苦逼。 到了中年以后,紫气东来,时来运转,做什么都很顺。 属虎人 属虎的人 他们有一个最大的致命特点,那就是鲁莽。 因此在年轻的时候,属虎人正是因为自己的鲁莽,而导致很多发财的机会都与自己失之交臂。 到了中年开始,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缺点,并且能善于改正了这个缺点。 运势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从此平步青云越来越有钱。 属牛人 属牛的人 他们的中年运势是很好的,财运得到牛转直上的力量。 对事情有助强大的掌控力,做事越来越顺手。 在生活中和事业上,会得到很多人的尊敬,俘虏双全。 属龙人 属龙的人 他们的一生是辉煌的奋斗使。 在年轻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只要他们坚持本心,在后半生大有成就,富贵一生。 有些生肖人 晚年之后会发迹,整体发展相当好。 《妙法莲花经》中曾说,众生被困恶,无量苦逼深,观依妙智利,能就是艰苦。 若你身陷苦难,只要诚心默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菩萨就会,以大慈大悲之心和无边的法力助众生超脱极苦。 许多人家中都有供奉神佛。 但是各位知道,供奉观世音菩萨要注意。 哪些是像吗? 下面说到的几件事是千万不要做的。 一,供奉观音仪坐西向东。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东海的普陀山。 供奉观音时应坐西向东,才能与道场呼应,增加灵气服业。 二,供奉观音不宜,直对房门。 观音神像不可以对住房间门口,以免与门相冲。 三,供奉观音不宜,背靠厕所。 厕所是藏屋内垢之地。 供奉观音不宜背靠或对着厕所。 四,供奉观音不宜,向住饭桌。 除非家中长期吃素,否则最好不要将观音,面向餐桌。 五,供奉观音禁忌酒肉。 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菩萨。 供奉观音时千万不要,供酒肉昏食。 最佳供品是香蕉和鲜花。 家中若有供奉观音者,千万要牢记这些注意事项啊。 家中神桌摆放学问多,关系到一个家的运势,让我们来看向观介绍。 第一种,堕胎过多,违背了天道。 堕胎后仍然有孩子,代表他福报大。 但福报再大,也抵消不了恶业。 第二种,是太有解体。 水质轻则无余,有些夫妇很有解体。 一直嫌弃别人葬,嫌弃老人葬,这对生子也有障碍。 第三种情况,财心太重,太过于聚财。 财属于水,水过多,对生子也有障碍。 钱财属于八方,应该归于八方。 一般人对这第一点比较认可,对第二点第三点就比较不认可。 这也是正常的。 要提解大道,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 做人上不要太精明,太刻板,太爱憎分明,太有幻想。 这类人跟别人相处往往很困难。 人应该效仿大地的精神。 长鲜花,不排斥。 长野草也不排斥。 别人到大便也不排斥。 泼污水也不排斥。 大地承载万物,故能成就其博大。 吃得干净的食物,拉出来是脏臭的大便。 你能排斥体内臭的大便吗? 那你就不要吃食物,人只有死掉。 而且,大便在人的大肠里,能产生人体需要的经验。 所以,人的勾近观念太重,也是业障重想法。 一般人都想要什么都好。 钱多,孩子好,失业好,婚姻好。 希望学佛后越来越好。 我想,这些想法都带一厢情愿的味道。 人生不要追求什么都好。 有的人,财富上太过了,就会在其他,比如婚姻,孩子上有缺。 这时,你把钱财散一散,婚姻,孩子不是就来了吗? 天道都是损有余,而补不足。 你一个地方太多了,其他地方就损掉了。 人生不可太圆满,这是自然因果的规律。 人唯独遵守自然因果的规律,才能长久啊。 俗话说,人逢喜是精神爽。 当一个人苦尽甘来,时来运转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系列的执照。 如果出现下列九种中的任何一到二种执照。 恭喜,好运已经在向你招手了。 如果出现三到五种,你已经开始走好运了。 快看看,你有几项。 执照一,食欲变好。 长颜道,心宽体胖。 吃不胖的人,虽然有助让人羡慕的身材。 但是往往此类人,很难积攒住福报。 如果能两者兼并,那么恭喜您,今生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 指照二,注意容颜打扮。 你和一些性情人的优优,那么感冒筒都是。 但你能 unmanned,此为何语气елен的优优, 使励动成了一遍的人。 你以后还会非常运组。 主持人,非常烦, 接近自己的罗友啊。 我说,你会不必然的,